台南白河这处住宅区全泡在水里面 只剩下屋顶露出来 水淹将近一层楼高 雨下不停水人会继续往上淹 但这栋独栋的三楼透天措 里面一家八口却拒绝撤离 但因为已经危及到住户安全 公所人员会头紧销以及亲友 轮番劝说 水位一直在高涨 其实白雪溪的上游一直留下来 我们跟他沟通了很久 救灾人员已经开橡皮艇 抵达家门口 但住户说什么就是不肯离开 一家八口由阿公阿嬷 媳妇孙子 警消以及亲友们轮番上阵 炫了三个多小时 他们才肯穿上救生衣 坐上橡皮艇离开灾区 后来我们进行行政 强制的行政程序 如果不离开 我们就给他罚款要六万块 住户认为水只有淹到一楼 但他们在二三楼是安全的 坚持不肯走 但不怕一万只怕万一 警消人员还是冒险嗖水 在软硬兼尸的情况下 顺利把人救出 确保大家都平平安安 记者赖文章潘颖文台南报导 谢谢大家